對男生的反應嘛 所以是互相的啊 但是有一種人是讓人家非常生氣 是 就是在工作職場上面 對 他跟你表面上是好同事 但被我哄你的這種 欺負人的這種 超討厭 對 有這樣的事情嗎 有 就是 比如說我之前我很喜歡有一個 某一個演員 那就以前就是看到他覺得很欣賞他 演的戲啊什麼都覺得很好看這樣子 後來有一次就跟他合作了 合作的時候 他就是對工作人員就會 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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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後來可是 我們有一場戲 那場戲可能挑戰性比較大 可能有內心戲或怎麼樣的 他就突然轉過來 是背對著所有的工作人員 有的人就在 弄那個軌道啊 有的人在架燈啊 幹嘛的 在打光幹嘛 然後他就會 對著我 然後是這樣子 然後是這樣 我就看到那個表情 他那個表情是這樣 你行嗎 什麼 那你就回他 你行我就行啊 對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那個表情 我想說 你怎麼 平常好像對 待人都非常的和善 可是現在突然 只有你單獨對我的臉的時候 你的表情是那麼不屑 然後就一副那 哼 你行嗎 那種感覺 然後 我整個那個 整個背的台詞全部都 忘記了 就會覺得說 好 有點那個受辱的那個感覺 後來就覺得 還蠻氣的 後來 後來講久了 久了就算了 後來有一天呢 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那要 五四三二一之前 就一直找我聊天 那 你跟我聊天 我就回你啊 然後回回回回 我突然就被一個女人 拉到旁邊去 跟我說 欸 你少跟他對話 跟他聊天 在開麥拉之前跟他聊天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反正你就不要跟他聊天 就對了 然後我就忘記 他每次找我聊天 我還是跟他聊 結果那次就 五四三二 然後就要開機了 他就突然 他就突然忘詞了 他忘詞了之後 他突然就對著五個 五個機器 就直接對著我大罵 都是你那麼愛講話 他整個劇組的那個劇 什麼 進度都落後了 那因為已經幾次這樣 被他弄 我那天就直接在 在現場跟他發飆 我就想說你在講什麼 他說就是你愛講話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 導播都還在啊 然後現場的那個 演員啊 大概二三十個人都在現場 還有攝影師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看 欸 沒有人 出來替我講話 可是我那個時候已經火冒三丈 我說 他說就是你不是我 他說就是你不是我 然後兩個那個就是你不是我 就是你不是我 大概來回十遍吧 你們是幼稚圓吵架嗎 就是你 不是我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我 這樣也滿好笑的耶 然後本來已經很幼稚了 你還要跟他演 不是 只是我很生氣的一直在 但你還是沒拆穿他 不是因為 我旁邊那個女演員就跟我說 你看吧 早就叫你不要跟他聊天 因為很多人都中招過 他每次只要一忘死都說是別人不對 對 所以那次就是很生氣 然後我那個就是你不是我 就是你不是我 都沒有人來 來 來說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FDA沒有這樣 想說 好了 停那個無四三二都沒有耶 結果大家就尷尬尷尬在那裡這樣子 看好戲吧 可是後來就是 覺得說 如果說你遇到這種 你說感情上可能就沒轍 可是遇到工作上的表裡不一的人 你是可以去預防的 但是我跟你講 浩然姐這個也厲害了 人牽手牽手 人後下毒手 其實我是沒有碰過 但我老公有碰過 因為我老公其實他 大家都認識他 他平常在化妝間 他其實從來不會主動去跟人家聊太多 工作什麼事 因為他是一個很小心話很少的 但他真的就被害過一次 而且你知道我們 有時候你就覺得說我們 在演藝圈這麼久 你就覺得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人 就是明明沒有的事情 可是他會去重傷你 就是之前常常跟我們上節目的 一個藝人 然後他跟我們也都很好 見面什麼都會聊天 然後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我老公 看起來就是老實還幹嘛 他就是在別的製作單位 就跟別的製作單位 講我老公的不好的話 然後後來是我們又再去露營 然後那個製作單位的工作人 就透過經紀人 就問經紀人說 那個你們家那個王中平 他好像有在講一些什麼話 然後經紀人說講什麼 他說沒有啊 他就說我們製作單位 錢很難領啊 很不喜歡錄我們節目啊 所以這是製作單位跟你在講 製作單位跟我老公的經紀人講 說你們那個藝人怎麼會去講這種話 然後我老公經紀人就說不可能 因為以王中平這一個人 他從來不到人 連你要跟他講八卦他都不聽的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從哪聽來的 余皓然講的 不是 他說 他說一個男藝人 上次來錄影的時候 真的嗎 講的 侯昌明會講這種話 真的嗎 艾力克斯 是光頭PO 對 他說是一個男藝人講 然後他就講了那個人的名字 開玩笑 然後後來經紀人就來問我們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天啊 這個藝人感覺平常跟我們上節目都這麼的好 他怎麼會去製作單位那邊去放這種話 所以藝人跟藝人之間上通告也需要這樣嗎 對 但我始終還是覺得最會做表面的還是女孩子 我之前聽到一個故事 就幾個女生朋友 他們新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那因為這幾個女生其實都長得滿漂亮的 新認識的那個也很漂亮 可是這個女生有一個讓人很奇怪的一點 她很喜歡把她跟誰很熟的掛在嘴邊 對 我認識誰誰誰誰 她是不是譬如說最近那個誰誰誰在追我 某某小開 或者是說我等一下晚上跟那個誰誰誰有約要吃飯 或者是怎麼樣 他就經常這樣子 那我這些朋友也不以為意 就想說這個人就是喜歡這樣子炫耀或是虛榮怎麼樣 但是呢還是維持朋友關係 但是不會說刻意疏遠 結果有一次呢 這個女生他們在喝下午茶的時候 這個女生來了 她說晚上跟那個某某幫或什麼什麼 就是一群名媛還是 還是什麼富二代約吃飯 她說你們要不要一起去我帶你們一起去 那我朋友也不宜有她 想說好吧那就去 結果去了之後發現 欸 那個聚會上面啊 吃飯的時候全部都男的 然後呢她還 她那個朋友還叫他們就是 欸我們今天來玩梅花座好不好 就是一人坐一個位子這樣子 所以他們當下吃飯 吃完這頓飯也覺得很奇怪 事後他們就打聽這個人 後來他們朋友傳過來是說 那個是飯局妹啊 她帶你們去 她有拿錢 對她跟你們 維持這麼好的朋友關係 結果她竟然騙你們去吃飯局 而且還沒給你們錢 就等於說她自己賺錢 你們都認識這種圈子的女生嗎 我不認識我不認識 我聽聽到的 製造女生很多 很多 像我這種人 我太老實了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 我遇到表面功夫 我真的吃虧了 像我之前第一份工作 是當國際業務員 然後我出差 那出差到那個地方 那邊有一個經理 那個經理就一個人住在那邊 然後她也有的時候很孤單 但是她說她那邊有認識一些其他的台灣人 就是她經理也是台灣人 然後她說她某一個 我某一天說 晚上某某某先生 他要帶我們吃飯 我說好啊 我沒有多想 我們就開始坐下來 然後他們聊天聊天 他們兩個聊天 感覺好像很熟 我想說是朋友 他們也沒有談任何的生意 就是聊天聊一些私人話題 然後那個男生也開始說 少俠 你來這邊 你應該很想多看這邊的地方 然後改天帶你去玩 我開車我們去某個地方玩 我說真的嗎 不會很麻煩 不會啊不會啊 我覺得你是來賓啊 你可以多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說OK好很棒 好啊 那我沒有多想 好吃飯結束了 回家路上 那個經理 啊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還這個人請 我說 蛤 這個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這個話 就是 哎呦 你跟他說 你想去跟他去玩 他帶你去玩 你答應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沒辦法還這個人請 我還是聽不懂 你是什麼意思 他要我們的生意 他就是請我們吃飯 他要跟我們談生意 那你答應這個事情 代表我們下一次就要還 我們要請他吃飯 我們要帶他去 我說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這些事情啊 哇好複雜 那結果 大概後面兩個禮拜 一直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好累喔 你們 而且那個經理 我就說 我們早不想跟他們做生意 我覺得 哇那你們還脫了什麼東西 哇真的很累 那後來就是 我的壓力越來越大 我被罵了 我 我應該要拒絕他們的邀請 但是我怎麼知道 他們不是朋友 我根本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你看 男生就是愛做表面功夫 女生也會啊 對不對 經理是女生 經理是女生 對 他只是新人 可能不知道一些美角而已嘛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做個調查 我想要請問八位型男 你們覺得哪一個國家的人 最會做表面功夫 請用白板寫出來 三位女生覺得哪裡的人 最會做表面功夫 我覺得 日本 我也覺得是日本 因為日本女生都好像 很有禮貌啊 嗨 但是明明就是 不要 明明要硬要說不要就對了 沒有 因為他們理數太多 他們並不是說 很糟糕的表面功夫 妳剛剛講的是劇情吧 身體就過去了 每個人都日本 都是寫日本 男人誇大小微風 女人聽聽就好 別當真 我說有一些男人 時不時電話接起來說 是 安子誠 業績怎麼樣 進帳怎麼樣 跟妳說有好康的 有好亮的 我一定介紹妳 讓妳賺錢 結果 過兩天傳LINE來說 靜雯啊 不知道妳方不方便 先轉個三萬來 請問 這些男人是怎麼了 表面功夫做的時候 好像一秒鐘幾十萬上架 啊怎麼三萬走不出來 表面功夫妳再會做嘛 再會做嘛